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又再度來到這個康樂意小吃店 那就來吃別的品項 那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今天就吃別的品項 那這邊有這裡的店家的說明要看一下 包子出爐的時間是7點半、9點半跟11點半 那他今天生意比較好,所以包子暫時都賣光光了 那這邊是這裡的菜單 再來就是別的粉絲推薦的品項 那一樣拍到這邊是這個老麵的麵團做成的包子皮 那一樣是這個小姐的日常 那昨天有人問說戴眼鏡小姐,你可以把口罩拿下來讓我們看看這面目嗎? 好,那這樣你就知道了,不行 好,OK 粉絲的要求我都會盡量幫你們做到 但是如果說對方不同意我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我不能強迫人家 好,那這裡就是這個包餡料的地方 好,那如果說朋友如果對這個小姐很好奇的話 就直接來用餐了 應該就可以看到他的正面目了 有機會 好,那用餐區就跟昨天一樣 然後人比較少 好,那等一下 你好,不好意思 那我今天我要那個 混沌湯跟乾麵 好,還有一個肉包一個菜包 謝謝 好,OK,謝謝 好,那這個日常還是拍一下啦 好,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那可以看到他們就是用這個 竹樓針的包子 就跟這個蕭阿姨的是一樣的 好,那可以看到他們就是這個 就是現感現做的 好,這個牌子不錯喔 寫著栗葉千秋 好,再來是這個網友很推薦的乾麵 分量還蠻少的 哈哈 大概就四五口吧 真的還蠻小碗的 然後這一份是三十五 但是看好不好吃啦 麵條煮得還蠻Q彈的 然後吃起來就是一個這個媽媽的味道 應該是有豬油跟醬油 可能還有點魚露這樣 吃起來就像這個媽媽口味啦 媽媽牌的 好吃 看起來沒有什麼料 但是這個吃起來蠻香的 麵條蠻緊實的喔 我這個麵條吃起來很有感覺 就像這個 萬華的阿民烏醋乾麵一樣 很Q彈 好吃 好,簡單的調味但是蠻美味的 好,雖然分量少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分數是八十八分 如果他能夠再多一倍量會更好 好,好吃 這個是乾麵的部分 蠻好吃的 好,再來是他這個混沌湯 混沌湯裡面就是有 榨菜蛋絲還有青菜 然後湯頭就蠻清爽的 應該是 大骨高湯 豬大骨 嗯 它是一個很清爽的湯頭 好,那 混沌吃吃看喔 感覺蠻扎實 好吃 嗯,好吃 就是一個熟悉的味道 好吃 然後就是 豬肉的這個鮮甜味 好吃 一個很扎實的味道 好,肉質很扎實 然後 混沌還蠻大顆的 所以這個有名是應該的 嗯,好吃 好吃 好,那就推薦各位朋友點這個 蠻好吃的 其實混沌湯配著這個 包子吃也蠻不錯的 欸,我今天做冷氣機旁邊 冷氣還蠻強的 哈哈 還蠻舒服的 然後這個皮還蠻扎實的 好,那口感就像我敘述了這樣 那我覺得分數是 90分 混沌湯還蠻好吃的 也是一個這個媽媽的味道 好,再來是這個好吃的包子 我點一個肉的一個菜的 好,那很多網友講說 這邊的老闆有換人 那我是不清楚 因為我之前只有來過幾次 好,但是我覺得東西好吃最重要 其實精英人有沒有換人不重要 就是東西好吃最重要 然後我的評論盡量就公正 好,如果各位不相信我的評論的話 那就只好相信你自己 但是我在畫面你會盡量呈現這個 包子的樣子 好,它餅皮就是很柔軟 好,很燙,因為才剛蒸好 好,這次就有比較誇張 因為 湯汁就有噴出來 好,這個就是網友之前常講的 然後那個包子就是會爆漿 那今天這個鮮肉包就有爆漿出來 好吃 跟這小籠包有點像 很像喔 噢噢噢噢噢噢噢 今天這個真的很標準喔 這個湯汁非常的多 昨天好像沒這麼多 今天就特別多 哈哈 就是充滿這個豬肉餡的鮮甜味 非常棒 那今天這個包子表現 我覺得甚至比昨天還好 因為它這個湯汁非常多 吃起來就是很有湯汁 然後 很柔軟 很好吃 很棒 就是充滿這個豬肉的鮮甜味 然後餅皮就是有這個老麵的香氣 非常棒 可是分數還是跟昨天一樣 這樣比較不會有矛盾 好吃 不愧是這個包子專家 很棒 再不然就有可能是因為剛蒸出來的最好吃 也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好吃 非常棒 好 那就建議通通點 反正價錢也不會 就全部給它吃上一次 好吃 那乾麵就是 再吃上一碗 這樣就剛剛好 那我剛剛有講 這個乾麵味道很棒 只是分量少了點 這樣兩碗就差不多了 那兩碗就變70塊 其實也還好 好吃 女生的話我覺得 你可能一碗麵 配上一顆包子 應該會夠 然後男生你 應該是絕對需要兩碗麵 好吃 好吃 好 那順便側拍到一點 那店家都是把這個肉線放在冰箱的 所以還蠻衛生的 好 那所有的鏡頭都很珍貴啦 因為之前康樂儀是不給人家拍攝的 好 這樣 好 那今天花麵就 也就是用這個 肉包做結尾 那 今天這個肉包 我覺得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喔喔喔喔 希望這個肉包 天天都是這樣的水準 喔 非常棒 那這個 如果你是以前這邊的 用餐的朋友 你看到也會很懷念 這個就是 你們說的這個充滿了湯汁的肉包 好 非常棒 有著這個類似小籠包的感覺 小籠湯包的感覺 但是它是肉包 然後肉汁非常多 好 很好吃 好 餅皮很香 肉餡也很香 然後充滿了湯汁 所以吃起來就真的是很飽滿 然後充滿了這個湯汁的感覺 好 很棒 好 那這次就跟各位記憶中的是一樣了吧 好 昨天我覺得湯汁還沒那麼多 今天就真的非常棒 好 那 當然有看到有的論文講說 這個我收什麼店家好處啦 那順便跟你們講 再講一次喔 其實我是沒有業配的 如果今天我有業配的話 我就不需要晚上還要再上班 然後白天再來用時間 犧牲我睡眠時間來拍攝喔 反正懂的人你就懂 不懂的人你不相信我的 我講再多也是沒有用 好 那總之就是好吃的肉包 好 這樣 好 這樣應該看得到啦 肉現在裡面還蠻多的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